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负责这个社区的邮差工作 他的演讲家说我是一个演讲家 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外面 世界各国在走动 这个负责者就问他没关系 那你的信我每天只要有寄过来 我暂时不要放在你的邮箱里面 因为邮箱如果你的信没有拿开 好像在通知小偷说这一家人不在的意思 所以我就不要拿来 当你回来的时候我全部才拿给你 那我每天从这里经过 我也会帮忙你看一下 你的房屋这样子 就很热情 那当下那种热忱那种真诚 就感动了这个演说这样 这个演说到苏勒各国去讲课的时候 都会讲到这个邮箱里面的这个人 就是假薄嘛 对不对 就是热忱 很热忱 尊诚热忱的在帮忙别人的人 吉薄就叫做比较难听 这很多情的人 这种人到哪里去 多有人会喜欢他 那上几堂课我就讲过了 空无缘的佛雷德 讲过另外尤才的佛雷德 我现在讲孟子也是佛雷德 他这里就描述在孟子 李罗上第十七章里面 那个纯丽坤他就讲说 男女瘦瘦不轻 他是礼吗 孟子就跟他说这是礼 以前的男女生在家人物品的时候 就不可能去摸到手 就是你放在这个地方 放在这个地方他再拿去 男女瘦瘦不轻 就是不能去摸到 就有很多地方的风暑 尤其是到云南那个少数民族 然后他们的女孩子戴那个帽子 戴那个帽子 有一次那个蝴蝶 也是步骤的蝴蝶就装着 结过婚的就没有戴那只蝴蝶 没有结婚的就带那个蝴蝶 那你男生如果去跟他说 你这个蝴蝶好好看 你去摸他一下 你完了 你就要留在那个地方 你要起他就好了 这就表示你对他有意思 每个地方的人都是不一样 对 以前的礼物交接之后 这是一个礼就对 孟子就跟他说这是礼 那陈宇坤又说了 陈宇坤又说 那扫逆则言之以守乎 就这样 说 陈宇坤说扫逆如果被水淹死了 要快要淹死了 应该要顺手去救他吗 救他吗这样 那孟子就说 如果扫逆不言 这是一个禽兽一样才罢 男女受受不轻鲤也 这是一个鲤 但是当 男女受受不轻它是一个鲤 但是当扫逆要跌进去 掉到水锅的时候 你去救他 这是一个变通 潜逆变通一个方法 那陈宇坤又说 今天下逆逆 逆逆夫子之不言何也 陈宇坤就说了 现在天下的人都陷你苦难之中 你现在不伸手去救人 又为什么 就是因为孟子就是在讲传统文化 仁义道德 但是在那个时代是讲武力 是讲武力 那武力可以解决一切吗 武力可以解决一切吗 对有时候你看很多国家气势强的时候 就讲了很多的话 美国那么强 美国那么强 像阿乌泛里面 堵了那些 堵了那一些恐怖分子 以美国那么强的国家 要去处理这些人都那么的困难 苏联也那么强 车存都那么难去处理它 日本人那么强 当初来台湾 这些阿美 这不是阿美 这些原住民 也属他们非常的头痛 所以 英国那么强 苏果然他都没办法去解决 所以 用武力绝对不可能去捅住了 你的捅住也是一种短暂 是从这里就 孟子就可以看出来说 我还是来讲人力收到的 就讲礼仪的意思就这样 讲礼仪的意思 他 陈宜坤就说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你不救 那孟子就说 天下你言之以道 少你言之以守 主义守 有 言天下吗 你讲这个意思说 少少掉到水锅里面去 我用手去救他 但是你的意思说 要我用手去救天下吗 这只手的意思说 你要我用武力去救天下吗 他和怡仙坤在对话的时候 就说 叫我放弃了人力道德 文化 要用武力去救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武力的人去武力 讲伦律收到的人还继续讲 就像你看 数十年前 我们的前辈 在那种社会不能肯定 政府不能体谅的环境之下 他们一路走来 属中如一 就讲伦律收到的 环境的变化这么的大 包括当初的官员 也一代换了一代都换完了 但事实的证明 我们那些前辈是对的 经过几十年之后的今天 我们不但没有被消灭 反而怎样 更加强大更加壮大 可以传闻到世界八十几个国家 你看文化的力道 当初管人的 批评人的那种力道有多强 那种气质那种潜力那么大 那种武力那么强 到最后这些人都消失掉了 那事实的证明 前辈所流传下来的 给我们的 这些无声无喜的东西 这些文化 事实的证明 透过我们每个人的修炼 去把它花样光大 连不同语言 不同种族的地方 都可以传达下去 所以由此可见 人之初 性本善 我们每个人的本性是善良的 所以你透过开花 它是可以揮花的 重新揮花出来 它本来就是经营剔透 它会受到酒色财气 贪嗔之外 杀到淫妄 这些人的欲望气 把它遮之而已 你讲通了 瞬间脱落下来 你的本子就是经营剔透 你看多少朝代 去打压了 遵合了一个宗教 多少朝代 一代换了一代 请问那个宗教有消失掉吗 没有消失掉 没有消失掉 用历史是一个 我们一变的镜子 所以蒋子你收到的 它是对的 所以你看当初在那么恶劣的环境 孟主还是坚持着他的这种热忱继续讲 人家不接受 我们现在算很好了 有这么好的环境 这么好的大楼 冷气 灯光 以至做出这么好 这么舒服 讲几话都非常好讲 以前不是 不然你是不是吃菜 你是不是吃菜 我说我都吃饭配菜 好像连吃菜 好像没有民主的形 就是差 就差这样 那个就是 那个是十几点 就很可能的十几点 那我们现在就开大文 打大鼓 就这样讲了 就这样讲了 整个书籍不一样 所以孟主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之下 他还是坚持着他的热忱 所以我就想说孟主佛雷德 佛雷德因为 就是形容 这个主非常地热忱 非常地尊情 很乐意帮忙人家 很乐意帮忙 这是一个修道者 应该具备有的本质 应该具备有的本质这样 对 所以孟主就说 叫我放弃了人力道德 单憑武力 就可以救了天下 事实的证明 是不可能的 历史就是我们一遍 最好的一个镜子 所以现代的人 住于坚守不论 就是尽忠主守 不论之外的事 与自己毫无关系 最终原地踏步 无力他人 更不利己 其实佛雷德 他就能善用他的主 能力去广洁善兰 能达到吉利利人 吉达达人 这是一个修道人的一个精神 也要这么做 你才能把道办好 才能把道推广开来 很多事情不是才华 是你的真诚 人家看到你真诚 你的用心 受到你真诚的感动 所以说 人在开发道场的时候 在与同修之间 在引领大家 进入道场的时候 这四个步骤 一定要记清楚 第一个步骤 就是动之以情 有没有听过以前 要去渡轮 或者要去参加班的时候 那个人在农田里面拔草 拔草的时候 你为了要去承拳他 看到那一边 他的脚管就用起来 就下去滾他帮着拔草 有没有听过这些故事 有没有 你没听过吗 因为比较年轻 前辈以前都有讲过 在大陆他们要去渡轮 看到 就在那边把这滾到他的拔草 我曾经看过 有两个滾到去承拳 另外一个老板娘 因为那个老板 这个老板是帮我加工 在生产 在帮我生产东西的 我的产品就是他们在帮忙有 研磨 那两个坤道 我看就知道 那个大概是花来重得的 就帮忙他们剪菜 拯菜 就剪菜 那控制了会场 就剪到到11点多一点点 他一定会离开 不然再下去会怎样 他留着你吃饭 人家煮饭也不好 就剪菜的时间就讲个 讲个半个钟头一个钟头这样 他再离开 明天又来 还是站在前 后天又来 刚起前他先生 苏子一家跟我讲 他很讨厌 他先生跟我讲 他现在在 就在看手上的鸡翅 鸡翅两台鸡翅 这样滑来滑去 在眼眸 他很气 他很气 对 好 你看 我们要戴墨镜 进去那种家庭要戴墨镜 没有看到气的人 就看到好的那个人 很快 你有超过一年 这个先生去上课了 上课了 有没有厉害 上课了 头头是道 还会讲道理给我听 我们真的是很差很差 他的钱都从我这边赚去了 我没有渡到他 结果被人渡了 人家每天 每天来 每天 竿材啊 道竿材 就慢慢讲 慢慢讲 慢慢讲 他现在在磨 磨一起 磨一起 磨到这都没有力量 就笑了 整个步骤的变化不一样 看到那一幕就提醒我们 真的 每个圆 每个当下都要包 所以你看 我可以烧香烧到一半 一到不熟的人就赶快 我很怕他走了 这个走到自己来 一定有所求嘛 对不对 既然有所 绝对不能给他走开 我不怕 我不怕他走开 我稍微一怕说 先有除非等一下再处理 先处理这个 会走掉的 这是个人的 个人的作风不一样 我就是保护了每一个机会 保护了每一个机会 明明是 他们家是我养的 做我工作的人是不是我养的 对 但是你看我们没有去得到他 人家两个人就这样 事实的证明 没有超过一点 服务都去学习 都去学习 后来家里也安躺 都安躺了 所以不要等他 不要等 不怕万 你没有动作你什么都没有机会 保护了每一个手段 所以说超过你职务的工作 超过你职务的工作 对你来说是一种恩惠 对团体来说你是个人常 超过你的职务嘛 你拿多少钱应该做多少工作 我讲个几个例子 你一个员工 你有一个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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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班 五点到八点 八点到五点讲什么 八点到五点下班 拿你这个薪水 他很乐意的 每天都多做一个小时才离开 请问你会不会喜欢他 会不会 有时候你会不会再包个红包 会 会 这种热忱的人 那相对的 变成你 如果也能这样来对了你的老板 对了你的伙伴 对了你的周边的人 你还是一个很得人眼的人 你到哪里去 你的人际观景会很好 最后祝大家 谢谢 谢谢